你的经历是什么 就是说你出生在加拿大 什么什么就介绍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又为什么又学中文了 好不好 叫什么 然后你的经历 然后为什么学中文 再往后一点 好 开始吗 什么时候开始 好 好 那个我叫杨宇成 我来自KW中文学校 我出生于加拿大 但是我两岁的时候就回中国了 因为我的家长想让我 更了解中国文化 说一口中国话 然后后来我三年级又回来了 就是想让我母亲 想让我和英文 这两个都懂 这两国的那个文化 两国文化都懂 然后后来我是两年前 开始又学习中文了 因为我发现很长时间 不学中文的话 不用到中文的话 我的水平就开始下降了 对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KW中文学校 那的老师也非常好 我很喜欢这所学校 希望明年还能参加熊猫杯 OK 你今年获得了几等奖 今年获得了两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还有进步的空间 是啊 对 好好好 祝贺你 好 谢谢 谢谢 OK Good 好 Very good 谢谢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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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